这是一个拥有超过70年历史的台湾品牌 创办人许红元博士 在中医药界被推崇为科学中药之父 2003年 秉持着钥匙同源的基础 创立了以本草养生为概念的保健品牌 顺天本草就是从顺天堂延伸出来 我们所有都秉持我们创办人 许红元博士的良心制药这样的概念 然后顺天堂它的坚持品质这样的原则 那我们去做顺天本草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是承袭顺天堂70年的很多经验 还有制造技术把关我们的每一道工序 让我们的产品可以照顾所有的人民的健康 增加他们的幸福 在台湾 食品的检测要求比药品来得更加严格 也因此品牌坚持对于原料的要求 需经过重重的把关与筛选 让消费者能享用到最安全与健康的产品 这个安全是看不到的 一定要真正你公司有那么实力去把它检测出来 现在的把关和以前的把关不一样 必须靠很多很多的仪器去检测 这个药材里面有没有细菌 有没有农药残入 一定要靠仪器还有训练很好的人 他们去把关才有办法 所以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般的中药材大部分90%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我们在筛选药材的时候 也确实发现很多的来源 事实上是有品质上跟安全线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产地来进行考察 那决定了药材的来源之后 进来到药厂 药食品厂 我们必须要再做一次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检验 确保我们在产地考察的小量的样品 跟我们实际上到场的样品的品质是一致的 除了在原料的品管上下足功夫外 在研发上也有专业的医师团队 针对产品的处方做研究 提升产品的效能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有专业的中医药的硕博士 然后也有营养师 然后也有药师 还有植物化学都有 所以每次在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 都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 然后有一些是药食同源的 我们就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 就把它摄取过来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精神 来研发一个很好的产品 品牌同时也致力于让产品能够更加多元化以及便利 不止可以直接使用 还可以与养生做结合 希望满足不同族群的消费者 以前硅禄产品很多人做成胶块 那这个胶块要不用比较麻烦一点点 我们就把那个做成饮剂 可以用喝的 也可以用胶囊 携带方便 像小孩子 那他们有的胶囊太大 他们就不吞 那我们就用sase 让他们比较容易吞糊 所以因为不同的族群 它的需要什么样最方便 我们去设计这样的剂型给他们 此外也和全省500多家的中药行合作 方便民众购买 让消费者即使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轻松享受天然草本的自然养生 中药养生将来会越来越普及 现在中草药这一块的保健食品 正是时候 因为以我们的品质 还有我们的经验 我们顺天本草 希望把中草药的保健食品 带到全世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